这一边题目要我们找那个coordinate of 5-3 under translation 2-2 所以5-3在这边 2-2向前走2 向上走2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那个什么 7-1 所以A的会变成7-1 7-1 然后我的B是4-6 向前走4-1-2-3-4 向上走6-1-2-3-4-5-6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9-3 所以它这个是9-3 是正确 然后C的是-3-1 向后走3-1-2-3 向下走1 这一边 所以它这一个是减 这个没有减 这个其实2 向前走2 多号减10 所以它这个是2多号减10 OK 然后减2减5 向后走2 向下走5 所以向后走2 1-2 向下走5 1-2-3-4-5 所以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3 然后减5 减6 减7 减6 减7减8 3减8 所以这个是3减8 所以在这一边 我拿到它这个是3减8 OK好 其实我们除了这样的一种方法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我的image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image呢 会是等于5加2 都号减3加2 所以它是7减1 然后过后呢 我的image呢 是5加4 6 然后减3加6 5加4 9 减3加6 3 93 对 然后我的这一个image呢 是5加2 减3加减4 所以5加2 7 减3减4 减7 7减7 等一下 5加 5减3 5加减3 啊 我中午看到这个2减4 OK 我整体看错了 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 它是5加减3 5加减3 然后过后 呃 减3加减1 所以5减3就2 减3减1减4 2减4 对了 然后最后这个 它的object是5 加减2 然后减3加减5 5减2就3 减3减5减8 3减8 就拿到答案了 OK 是这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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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